而台股昨天早盘受到了美股大跌的影响 指数开低并且还一度大跌超过了百点 不过在买盘进场承接之下又呈现了震荡走高 中场是小涨了17点 成交量是比起前一天稍微放大到了913亿元 而我们看到在集中市场的部分 三大法人是同步出现了买超了 期货部分前十大交易人 整体筹码没有太大的变化 维持在8000多口的进多单 而在选择群的部分看到这整体破口 ratio值 持续的往上走 虽然说这市场的气氛逐渐的转好了 但是买权的未平仓在分母的部分 仍旧是大于在分子这部分 卖权的未平仓 因此还是小于1的一个态势 那么外资在期货整体进多单是出现增加 主要是来自于空单出现明显的出场了 选择群的部分则没有太大明显的变化 看到在未平仓契约差额的部分 随着行情的小涨 这买卖权契约金额 同步出现往下走 那么至于自营商在期货整体进步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选择群的部分则在未平仓契约差额当中 买卖权都出现了同步的上升 而昨天自营商的交易状况 买权呈现净买超 卖权则呈现了净卖超 从金额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买权买进的几乎都是价外的买权居多 而卖权的部分 卖出的几乎也都是价外的卖权 这显示自营商在选择权的市场 持续偏多操作 整体盘式的内容 前一天期货逆价差 高达有200点 而昨天在价差过大之下 就出现了收链了 在特定买盘进场之下 这收链的方式 是以期货往上涨作为收链 而不是用现货往下 靠近现货 期货的收链的方式 这显示着市场的空方力道 也有明显的收链了 不过目前乘法面还没有明显的偏多 是不是能够延续反弹的力道 仍然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观点